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3年5月24日 耶稣基督 天主教会是主耶稣创立的 是他的奥体 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委托他的妈妈圣母玛利亚去照顾这个教会 教会是信耶稣的门徒聚在一起的团体 而圣经表示门徒们相信耶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圣母玛利亚的缘故 例如 在加纳婚宴中这玛利亚的信心和转求 耶稣提前行了他的第一个奇迹 变水为酒 圣经说 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 他的门徒们就信从了他 玛利亚的信心和转导是在耶稣行奇迹之前 而门徒们的信心是在奇迹之后 在十字架上 耶稣知道自己将要离开门徒们 但是他不愿意门徒们成为孤儿 所以他看住代表众门徒的若望对母亲说 女人 看 你的儿子 女人乃众生之母的称号 旧约的恶娃就叫女人 只有把门徒们交托在他自己的妈妈的照顾下后 耶稣才死而明目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这时我们想起《玛窦福音》里面 耶稣说的一句很沉溺哀切的话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 有如母鸡把自己的幼橱聚集在翅膀底下 耶路撒冷是教会的象征 耶稣升天以后 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等候圣神降临 他们同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同心合意地祈祷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说法 使当时的人想起复活升天了的耶稣 可以想象 过去常常吵吵闹闹的门徒们 是因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才能同意心合意地团结围绕着她一起祈祷的 就好像小鸡在母鸡的翅膀下的样子 因祝圣母的临在 耶稣许诺的圣神降临到了门徒们身上 使他们勇敢地宣讲耶稣 圣神降临节也因此成了教会诞生之日 就好像祝圣神的庇音 圣母怀孕了 耶稣基督 在圣神降临这一天 在圣神和圣母的参与下 耶稣基督的肢体 教会 诞生了 可以相信 圣母还继续以她温柔又坚定的幕后灵在 陪伴着出生的教会成长 今天天主教会这个大家庭 就好像今天其他的家庭 每一个家庭也是小型的教会一样 受到前所未有的内外冲击 但是复活的耶稣叫我们不要害怕 小孩子只要抓住母亲的手就感到平安 我们也是一样 只要我们不离开圣母 每天恭念玫瑰经 家人一起念玫瑰经 我们的家庭就一定有平安 教会就一定有平安 今天尽教之佑蛇山圣母的庆节 这个节日为我们华人天主教徒 更有一个特别的感觉 祈求尽教之佑圣母 带领更多华人进入天主教会 恭敬圣母为母亲 择中国教会姓慎 华人姓慎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浮船